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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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年玩了哪些遊戲呢 是被虐了很久的隻狼 還是期待已久的王國之星3 惡魔獵人物 又不只是看如搖看得很開心的 生死格鬥6呢 不過大家不要忘了 除了這些大廠作品之外 還有很多的獨立遊戲 值得我們關注喔 好 今年初的還原 讓一堆信和的老師 覺得每天有人在罵他 除了遊戲主題 是大家熟悉的民俗宗教之外 場景的還原度也讓人直呼 這根本是自己阿嬤家裡 更請到草東沒有派對製作主題曲 除了行銷話題十足之外 遊戲層面更是沒話說 讓許多人為杜梅星低下同情之類 可惜卻因為維尼魔咒的因素 而全面下架 在玩不到我的情況之下 只好先放在第十名 Ape Out 乍看之下 只是由色塊組成的粗糙畫面 但是把敵人甩到牆上爆開的瞬間 打上生猛的鼓聲 馬上能讓玩家血脈分掌 化身為遊戲中的星星奔向自由 雖然星星力大無窮 但能承受的攻擊也是有限的 要在敵人來得及反應之前 迅速解決掉 想要體驗一下原始的衝動嗎 那就來試試看這款遊戲吧 雖然在台灣的我們經常調侃記者這份職業 但職業使命讓我們再次正視記者在社會中的角色 在一場死亡人數高達二三人的恐怖攻擊事件過後 玩家就是要扮演調查真相的記者 你只有四小時的時間進行調查 而你真的只有四小時 就是遊戲的最大特色 在如此有限的時間中 你能蒐集到多少證據呢 在生死攸關的法庭上 你這次扮演的不是逆轉裁判了 而是在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下 扮演判人罪刑的法官 而其中玩家能給予犯人死刑 監禁 或者無罪釋放等判決 但要考量的不只是犯人有罪與否 而是背後的裙帶關係 可能判處犯人死刑之後 會對國家證據造成莫大的影響 甚至影響自己的性命 只能說權力越大 責任越大囉 講到驅魔儀式 大家的想像大概就是電影中 神父拿著聖經 對著惡魔念念有詞的樣子吧 這款遊戲也是以驅魔為主題 但卻是用英文打字來進行攻擊 不僅也要打出遊戲中使用的單字 還要同時移動來閃躲彈幕 如果被攻擊到了 還要去把聖經給撿回來 這款玩起來相當忙碌的遊戲 如果對自己的英打有信心 那就趕快來挑戰看看吧 我的朋友佩德羅 已經在電玩宅速配中介紹過幾次 玩家能跟著會說話 用熱愛暴力的香蕉 來一場惡搞味十足的心風邪雨 雖然雙手沾滿了鮮血 但略為卡通的畫風 讓遊戲走了一個喜感路線 同時證明了PUBG 限制了你對平底國的想像力 如果你喜歡捍衛任務 史密斯先生這種動作雙片 那就別錯過囉 武士刀通常與迅捷聯想在一起 武士刀領把這個概念推到另一個層次 讓你能直接操控時間 把時間慢下來 連子彈的軌跡都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戰鬥過程非常爽快之外 遊戲的劇情也是充滿了謎題 要不要擊殺目標也會造成劇情分歧 也有隱藏BOSS等著玩家來挑戰喔 在獨立遊戲中看到薩爾達傳說的身影 似乎有點奇怪 但節奏地牢從一款獨立遊戲 進化到能夠和大廠任天堂合作 實在是不容易 畢竟老人對自己的角色引用 可是保守出名的 不管多麼意外 老玩家能夠用薩爾達傳說中的角色 在地城中跟著節奏跳來跳去的打怪 就很開心了 但是難度也很高喔 接觸瘟疫傳說無罪時 很難相信這種畫面 這種遊戲品質居然是 獨立遊戲工作室所製作的 在黑死病盛行的法國 被士兵們追傻的姐弟兩人 需要靠著受傷的火把 越過一堆又一堆的老鼠 是本作的最大賣點 不得不說 一邊前行一邊看到密密麻麻的老鼠 四處亂爬 可是會讓人密集恐懼症發作的啦 說到最不可不玩的獨立遊戲 當然就是擁有惡魔城血統的 血咒之城暗夜儀式 由於遊戲是以群眾募資的方式 籌措經費 在許多群幕遊戲紛紛飽死的情況下 遊戲釋出時真的讓人捏了一把冷汗 索性遊戲的完成度非常高 給大家一款誠意十足的惡魔城類型遊戲 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中文翻譯咯 以上今年目前為止 你不能錯過的十大獨立遊戲 怎麼樣看完之後 是不是也想要抓幾款遊戲來玩玩看呢 那就趕快買下來 給你創作者們最值得鼓勵吧